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9号 刚才有一则快讯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现在正在等待 接班的 也就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拜登 在家里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 据说是和他家里的爱犬 就是狗 他给狗起了个名叫少校 说跟少校俩玩耍的时候 玩得太尽兴了 结果不慎摔了一脚 把脚脖子扭伤了 出于谨慎的考虑 当天乘坐家里私人轿车 前往医院找骨骼医生进行检查 因为拜登毕竟年事已高的 虽然看上去身体好像还不错 但是和川普比较 拜登身体零能堪忧 加上这次又不足利 摔这么一脚 据说是刚才看到消息 到医院检查 好像比较严重 脚脖子扭伤了 扭伤了以后 这个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不用说老年人 你就是年轻人 伤筋动骨一百天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个事件也是一个 这个比较在这个事件节点上 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健康是最重要的 你看美国总统川普 患上了新型冠状病毒 一个是本身这个免疫力特强 精神上超坚强 而且治疗的措施非常 这个 及时 三天就 康复了 你不要忘了 那是新型冠状病毒啊 武汉当时在兴起之初的时候 很多人就死掉了 这个川普 你想本身 患上疾病 传染力 反倒战胜了病毒啊 而且还能够就是 重返工作岗利 你看现在每天 川普忙忙碌碌 一点看不出来 他是 这个 康复之后的 新冠患者 对不对 你看 拜登 藏在地下室里 很少出来 就是说演讲 助学 在家里坐着就看 那个选票 呼呼往上 八千 账选票 凭什么 你在看身边 现在确实也没有人 愿意陪他玩 只好和狗玩 和狗玩 还被玩好 还不脚步跟您 你说就这个 身体状况 将来要真正说是 担任总统 出访全世界 你怎么去应付 这个 繁重的 工作 对不对 身体是 都说是革命的本钱 首先在身体要好 你看川普就不一样了 川普他的精神状态 身体素质 这个人的精神品格 他的这个大公无私的精神 这都是了不得的 和这拜登两个比较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他为什么 他有这么多的选票值得研究 那当然到底这选票是不是舞弊 是不是造假 有没有这个背后总共的遥控 还是委内瑞拉 还是什么伊朗 有没有背后这个 外国的干预 这些事情还得需要调查 不能就是说凭 这个媒体 对吧 现在正在走着法律的程序 川普是走两条线 一条线是最高法 联邦最高法院审宿 一个是周一级的法院 这个在这个抗争 有这些了不起的律师 鲍威尔 这个朱利安尼 还有伍德 这个珍妮 美女律师 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状态 就是那是 确实是了不得 这个 一直都非常的坚强 不屈不挠 你看那个朱利安尼 也是年事已高了 但是你别看他染发的时候 染发剂流下来了 这个出一身汗呢 本身也是健康的表现 就怕你什么不出汗 汗出不来 别在里面 像拜登 你看从来不流汗 但是这一下和狗玩一下都搅拨顶了 这说明什么 他身体状况不如这个朱利安尼 精神上更不用讲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不想自找 出私 还没出私的 就是受伤了 这是今天的一个突发事情 我今天看到海外的网站上报道说 虽然目前美国大选结果冷卫 最终从法律上确定 但拜登的高令与健康状况 让不少美国人担心 担心什么呢 他是否能够承担世界 自由世界第一领导人的重任 的确这是敲响的警钟 那么给大家看看这张 今天这个报道的这个截图 这是万维网的报道 因为这是突发事件 我就随便这么评说两句 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